Aldry進來了 哈囉 哈囉 我們的活動還有一分鐘 大家稍等一下下 我們會準時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有77個 78個人加入這個會議 好我這邊的時間現在已經是 美西時間下午五點半 美東五點半 所以我們要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活動了 唐鳳正偉還有各位FAPA的好朋友 以及FAPA好朋友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那早安 還有今天是我們FAPA Speech Tour 歡迎到非常榮幸歡迎到 前面政務委員唐鳳來跟我們進行一個 線上的Q&A講座 那今天進行的方式呢 是使用Slido 大家可以在我Share的Screen上面看到 這個網頁 那大家用使用的方式就是上去Slido 輸入我們今天活動的編號428 然後可以在裡面提問自己相關的問題 看看別人有什麼喜歡的問題 你也可以給他一個讚 到時候這個系統就會幫忙大家排序 從我們最有興趣的問題開始講起 然後唐鳳在回答的時候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追問的話 你也可以馬上在Slido上面提問 那比較新的問題也會即時出現在另外一邊 看到 那我們今天用的FAPX裡面也有聊天室的功能 如果你真的有點狀況沒有辦法用到Slido的話 歡迎在聊天室裡面告訴我們你的問題 然後我會幫你一起提問 有些人可能不是使用中文 If you are not speaking Mandarin you can also raise your question in Slido I would like 長鳳 to answer back in the language she or she ask 所以如果提問是英文的話 那我們就預設你可能 If you ask in English we assume you don't speak Mandarin and so we can answer in English back to you 那我們這個Q&A時間計畫到50分鐘之後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closing 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先邀請第一位我們簡明子會長 跟大家說幾句話 歡迎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我是FAPX的現任總會長 簡明子 歡迎今天大家參與這個簡講會 要感謝大家對畫法長久的支持 我們現在先介紹今天在場的畫法總部的staff 我們有Kun 我講到說 我講到說 Korset 紫雲 智隆 智隆 MILO MILO是我們最新的 最年輕的staff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辛苦的準備 我要感謝很多分會 有 Torridge County DC Ohio North Oregon New Jersey New York Harson New York Metro 跟Wisconsin 這幾個分會來聯名 合辦今天的這個活動 最重要的是要謝謝唐鳳政委員 接受我們今天的邀請 來主講今天的這個speech tour 我們其實在2017年的美東台灣的夏令會 就邀請過唐政委員主講 那場次也是非常精彩 今天我要再次感謝他 最後我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身體健康 天佑台灣 謝謝 好 下一位 我們還有一位歐陽會長 請發言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早安台北時間 很高興很榮幸 我們有這個機會邀請唐政委 來參與這個 Hop speech tour OK 主持人叫我一分鐘 幫他結束 我就是最簡單的 要介紹一下 我是 紐約Harson Chapter 分會的會長 也是這一次這個speech tour 的協辦單位之一 剛剛會長講了 總共有七個分會協辦 OK 那我要強調一點是 今天這個speech tour 也是一個fundraising 就是說募款的活動 OK 所以希望大家 有錢吃虔 有力吃虐 OK 要堅決很簡單 等一下可惜會介紹一下 你到Hoppa 這個org 那個網站 堅決 然後我已經剛剛有 捐了500塊錢 拋磚引力 OK 希望大家 永遠捐錢 OK 謝謝大家 好 感謝 我剛剛忘了介紹我自己 我是Oregon Southwest Washington 分會會長 詹前佑 那是今天的主持人 不過我們現在 就不如讓大家多等了 我們就邀請唐鳳正偉一起 開始我們今天的活動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掌聲 好 相信沒有開麥克風點 可以用你的手來鼓掌一下 好 歡迎 謝謝 謝謝大家 聽得到嗎 可以我聽得到 好 那今天真的很高興 有這個榮幸跟大家分享 那就像剛才主持人說的 我並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我要講什麼 是大家所決定的 那如果覺得Slido 不是那麼容易使用 你也可以在WebEx這邊留言 或者是說如果您想要用講的 那也可以 就應該大家都有麥克風嘛 所以也可以舉個手 然後我們就直接在鏡頭前面對話 這樣子也很OK 那我們在表定時間裡面 我有講什麼 就完全是由大家來一起決定 這也是一種民主的概念的一種展現 然後我就分享一下我的螢幕 好 有看得到嗎 好 現在看得到了 我剛才看怎麼捐錢給爸爸 這應該是你們捐錢的網頁 OK OK 我們方便使用 我們最後會跟大家在Google 非常方便使用 好的 所以我就先回到Slido 那Slido這樣子 字會不會太小 我要不要把字再放大一點 視窗好像可以再拉大一點 OK啊 就看你們 往右邊再拉 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有 現在這樣好多 可以 那現在已經有37個問題了 所以我就趕快開始 那他的票數越多 越會跑到上面 所以像上面的這幾個都有7票啊 8票 表示說至少有8個人想要聽 那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問題 推上去的話 那現在是一個拉票的一個好時機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Silvia想要問說 請問我們怎麼樣可以用數位行銷的方式 讓年輕的台美人認為 說加入FAPA這些促進台美關係的組織 是非常潮 非常有意義的 在數位時代 怎麼樣重視老一輩 為台美關係奮鬥的前輩 讓他們可以有更多跟年輕人交流 傳承經驗分享的機會 而不會感覺被遺忘或者是忽視 我是覺得像現在這種視訊的場域 其實年齡真的看不太出來 尤其如果是你有像我這邊有那個環形燈啊 或者開個美機啊 什麼東西 就是說大家感覺上都是在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平台裡面 比較不會說在實體世界裡面 好像你一看就大概知道對方幾歲 尤其是現在像Twitter很快會推出Twitter spaces 這種純語音的平台 那這樣就算你概念上知道說他是長輩 但實際上感覺上就是我們身邊的好朋友這樣 所以他可以把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有的時候比實體啊拉的還要更近了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說可以多一些這種即時的互動的這些事情 而這些互動呢 它不一定只是單純聯絡感情 大家可以來一起來聊一聊 某件當年發生的事情 大家有什麼樣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我會提這個是因為我最近在看那個陳耀昌議士的小說嘛 這個Lady Butterfly of Formosa 中文好像叫傀儡花 那這個是公事即將在八月推出來的十二集的大和劇 那就是會用很精緻的製作去做當時斯卡羅族在恒春 那跟美國還簽訂了一個國際的Agreement 那就是美國陸戰隊來台灣還沒有打贏的 當年的那個那個牡丹社事件之前的那個歷史 這個我們在課本上面都沒有看到過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想說 這個歷史它除了說當然從斯卡羅 或現在台灣族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AIT 或許也有他們自己的角度 或許是當時在恒春所有的族群 他的後人有沒有他自己的角度等等 更多的就是對大家來講 那一段歷史我們現在用新的角度去詮釋去看的時候 能不能夠新一代的年輕人 有一點像是做返校啊做還願啊 做這些interaction experiences的時候 他可以做出一些好像讓你身歷其境 又回到那個當場的一些做法來 那這些做法不管他是用手機的遊戲 像大家可能之前有玩過Pokemon Go 那Pokemon Go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做出一個遊戲 但這個遊戲每個人都可以把新的意義加上去 我們就常常看到很多阿公阿嬤 他帶著孫子孫女玩Pokemon Go 然後說在這邊抓得到魚 是因為這邊本來以前是一條大郡啊 或者之類就是他的那個記憶 他的歷史可以這樣子 帶到這個討論的主題上面來 所以我具體建議大概就是說 我們這個叫做 O2 or Offline to Online World 就是組織一些offline的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知道美國很快就是vaccination之後 大家又可以重新恢復social gathering 但是在這樣子聚會的時候 想著是說 那我們把這個過程broadcast出來 然後也讓大家透過像slido這種 比較輕量級或twitter space 這種只要講話就可以的方式 那這樣一下就可以拉近距離 那年輕人也會覺得說 我也有可以貢獻的 像Pokemon Go 他有很多二次元世界的東西可以貢獻 但是呢又不會變成好像一邊就是講 然後另外一邊只能聽而已 每個人都只能聽 所以我們上次去做 就是Pokemon Go相關的 這些田野的活動的時候 就發現說長輩都很喜歡什麼呢 很喜歡幫忙晚輩 把Pokemon Go裡面的這些人物 不知道算不算人物 這些角色都翻成台語 這個是他們可以貢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弄了一個 叫IdaE的一個網站 那像有468個人覺得說 就是Pokemon可以翻成 那但是也有人覺得說 可以翻成什麼Pokemon之類 這個就比較奇怪一點 那但是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按說 這樣說好 這樣怪怪 那就去翻譯裡面的每一個角色 那所以不只是Pokemon這個概念本身嘛 像妙蛙種子啊 小火龍啊 這個到底是要翻成水仙呢 還是水雞呢 還是什麼其他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都是很好的social object 就是長輩有絕對有可以貢獻 主要可以貢獻的地方 但是晚輩在做這些 互動遊戲的時候 也可以觸類旁通的 讓大家在討論這個題目更豐富啦 更有文化的這種深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或許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部分 我覺得IdaE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有12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唐鳳正偉 對於網路上面的匿名攻擊 或者是虛偽訊息造成的社會撕裂 有沒有建議的方式 能夠讓網路上的鄉民 要怎麼樣子回應這些訊息比較好 我覺得當然最簡單的就是檢舉啊 就是當每個人收到這個Email裡面 我們叫做spam嘛 那年輕朋友可能還沒有感覺 年長的朋友可能記得 在2000年初的時候 你如果一打開信箱的話 大概一大半以上都是說什麼 他是一個遙遠的國家的王族 什麼他有3000萬匯不出來 你只要提供銀行賬號 他就會匯出來 暫時放在你這邊 會給你1%的手續費 什麼那當然是詐騙啦 或者賣什麼藥的啊 賣什麼其他的東西 大概都在當時是非常多 多到什麼呢 多到比爾蓋茨說 如果Email不開始收郵票錢的話 那Email很快就要倒台了 那但是我們現在大家 Email顯然沒有倒台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需要收郵票 只需要靠大家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看到來的那個訊息 是spam 你就按flag as spam 或者說send to junk mail folder 那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是你自己把它放到垃圾桶而已 而是有一個國際的組織 叫spamhouse 會收到關於這封信的一些fingerprint 就是它是怎麼樣傳信到你的信箱 這樣子的話只要有足夠多人flag一個新型的scan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spammer 他在接下來寄下一封信的時候 他還是送得到 並不是說剝奪他的通訊自由 但是他就不會到inbox 不會到大家的收件下 就只會跑到大家的垃圾郵件下去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再浪費大家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在G0V就是臨時政府啊 是台灣的一個公民的社群嘛 對那他做的事情就是有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的這樣子一個line上面的機器人 那所以你如果加這個機器人當做好朋友的話 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貼這個可疑的文字內容的話 那在這邊呢他就會立刻告訴你說 這個clarification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所謂的闢謠戰士喔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歡迎加入這個cofax 他跟FAPA一樣就是一個 由志願者組成的這樣子一個協會而已 但是當然那是你時間比較多了 如果你時間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也可以考慮就是直接去安裝一些commercial solution 好比像說趨勢科技 那是台灣的最大的一個防毒的一個軟體 或資安的一個公司嘛 他們就推出一個產品叫做防詐達人 那他的那個interface 他的互動的方式 是比起真的假的來講還要更可愛一點 然後他也跟這個好比像說165的反詐騙啊 警政署啊等等這些啊都有互相的聯繫 事實上他後面用的就是真的假的同一個資料庫 所以你不管是加入哪個都都可以 那這個就不是志工了 你就直接邀請防詐達人到你的 好比像line的討論均術裡面 那立刻你就可以獲得一夜式的 而且你還可以幫忙 以後看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貼這樣子一張圖過去 就可以及時的去澄清了 他也跟很多長者 像影法一起玩啊等等的社群 有一些互動 那這個也是很感謝美國國務院 那個時候在台灣辦理了這樣子 一個反制假訊息的一個國際競賽 那第一名就是這個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所以他們才得到一個資金啊 把他們從一個趨勢科技 內部的一個side project 現在正式變成趨勢科技的產品的一部分 其實台灣類似的產品很多啊 Whusco啊等等都有很多 那所以如果有空的話也歡迎 因為他們這幾個社群 全部都是互相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介紹一個大概就等於介紹了全部啊 那有空可以就是找自己比較喜歡的來使用 或者是來貢獻 打擦一下 我發現這裡面好像沒辦法看到 新提出來的問題 因為有人想要在上面追問 OK好來我把追問打開喔 你看這個就是非常棒的這個 Democratic Principle 就是大家如果要改變這個場景的細節的話 那我們就只要說我想要把最新的打開 你看最新的馬上就冒出來了喔 好 OK 好像是好像已經被洗下去了 好像是下涼 是關於什麼的呢 他問的就是說有人用檢舉這個 也是容易被濫用 就是說可以檢舉 OK 是檢舉又被濫用的這種情況 該怎麼辦 不過這個是一個就是機身蛋蛋生機的問題嗎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加入的話 那麼少數人的惡意檢舉就會變成它本身就是一種spam 然後就會被找得出來 但是如果沒有足夠多的人加入 不管是commercial sector還是social sector的員工或職工們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足夠的signal來判斷說哪些檢舉是濫用哪些檢舉不是濫用 所以就像我們所有的像slido 當然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問題 但是如果他都不投票 那沒有意義的問題跟有意義的問題是分不出來的 但是只要有足夠多的人開始投票 好像有13票啊有9票啊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有意義跟沒有意義的問題一下子就分得出來 那當然po最新問題出來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有equity 就是你如果是後加入來不及拉票的人 至少你的問題有幾秒鐘停在螢幕上的時間可以來拉票 那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就是不要說好像說前面的加入的職工或員工就一定對 後面這個fact checking生態系不再讓新的組織或團體或個人加入 那那樣也是不好的也是會出現問題 所以就是open to newcomer 但是前面還是靠足夠多的人的參與 來把哪些是濫用哪些不是abuse 把它分清楚 所以還是要多參與 多參與大概就有足夠的就是證據 來讓我們知道哪些是abuse 哪些不是abuse 不過這個好像是大家很喜歡的題目所以一直有追問 那ok想要問說Facebook Facebook現在就是全世界包含美國 都了解到說它的這個檢舉機制 它有一些被bypass的方式 好不像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只要你付錢給Facebook 只要你是廣告商 你就可以bypass掉這整套這個關於檢舉濫用啊等等的事情 所以2018年在台灣選舉啊加上當時綁公投嘛 那時候我們就發現 雖然我們政治獻金是禁止境外的人捐給我們的候選人 但是我們並當時並沒有禁止說他們下廣告 在Facebook上面去push他們的公投的agenda 那所以就很多境外的資金就這樣繞過來了 而且我們知道那是境外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當時監察院已經公布了每一筆政治獻金的捐款跟流向 那確實這些都沒有留到Facebook 可是那些廣告還是在哪邊 所以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那所以當時就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爭議 那我們也很proud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去立一個法說Facebook不怎麼樣就要發幾百萬 而是說民間發起了類似像social sanction 就是說如果Facebook如果不清楚交代honest advertisement的話 就即時公布出所有的社會跟政治性的廣告到底前是哪裡來的 而且把境外的廣告打住的話 那他們可能就會受到bager 我們知道在台灣social sanction bager的力量比政府大不少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就也是很感謝有一些其他的民間的像PTT等等 他們自己也就是一身作折做了一些這種自律原則 所以Facebook在2019年的時候 台灣就是他們第一個就是調整到變成這樣子的 honest advertisement的一個國家 那其實最近才有幾個禮拜前才有一個新聞報道 就是Facebook裡面內部當時的一個工作做Civic Integrity的人 他出來爆料說只有在台灣這種 我們如果不回答會變成pr disaster的地方 我們才投資源下去 在其他的國家沒有這樣子的social sanction的力量的時候 那Facebook就其實當時並沒有花很多的力氣去改 而且也造成了很多就是社會上面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我不知道這個算是對台灣的肯定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想我們的重點是說這個要hold Facebook to account 不是只有關於台灣本身的事情 而是說我們也願意分享我們怎麼negotiate 就有點像一個貿易談判一樣 我們怎麼negotiate這樣子的事情的過程 給所有的其他的國家來討論 那我了解說美國目前也打算對Facebook有一些非常相似的要求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 就不管在California或者在DC 大家都有一種感覺就是說如果他不accountable 那他就是一個公害 那他要變成公益可能還談不上 但是至少先不要變成公害 那我覺得這個台灣模特兒是確實是可以提供一些具體的 senators或者congress people 怎麼樣子跟Facebook negotiate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我也之前常常參加他們智庫的很多活動 大概都是分享我們這邊的做法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快速的reminder 因為我們的問題好像應該是沒有辦法在時間內講完 所以大家趕快去slido上面那個點你喜歡問題的讚 這樣我們可以把大家最喜歡的先把它講完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16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在大多數受眾不是台灣人的社交平台跟論壇 推廣台灣議題的時候有什麼具體可行的策略 能夠引起讀者的關注和共鳴 而不是流於台灣人自嗨而已喔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不過我馬上就想到 當時的那個台灣Can't Help.us 的這個campaign 因為這個campaign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喔 那當然最近我們有一些類似的例子 就是好像說你看台灣目前最流行的hashtag是什麼 是台灣Can't Help 然後還有那個Let Taiwan Help 這個還沒有流行起來 但是也許我們可以很快把它流行起來喔 那不管是台灣Can't Help也好 或者是Let Taiwan Help 這個是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最近才推的 它的概念其實都跟我們當時民間所發起的 TaiwanCan't Help.us 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個應該是內永珍的設計 Who can help? 台灣 那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之前SARS2003年的時候 我們有了解到說 這個疫情很慘 到底是多慘 那我們也了解到被isolate的感覺是什麼 so we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we know how hard it is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對全世界去給這樣子的幫助 那不是只是台灣Model本身 概念上面的幫助 也包含說700多萬片口罩 被70多萬個台灣人 Dedicate出來 就是我們沒有領 當時沒有領我們的Maskration 節省下來 然後Dedicate 要外交部贈送給國外的人到援助 或者是口罩的那個一貫廠的Blueprint 我們也分享給其他的國家 當然我們現在大家在台灣最開心的 就是目前Phase 2的兩個Domestic Vaccine 目前看起來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Chances are 大概在兩個月之內 我們也會在疫苗上面 又可以給出來的東西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貢獻 那這個時候這個國際的友人就可以寫 Let Taiwan help 那我們就可以寫 台灣Can help 因為它是奠基在就是Shared Urgency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急迫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講到台灣Model 我先是講Infodemic 怎麼樣子防止假訊息 那現在講的是Pandemic 怎麼樣子防止這個病毒 那之後當然還有更多的題目 都是這種世界性的題目 好比像說怎麼樣子 把AI弄成Assistive 不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這也是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 或者是說當然之後Climate Change 我們也有一些可以分享的部分等等 Net Zero等等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用 台灣Can Help That Us 這個上面 他們有去找非常棒的各國的Youtuber 那也找台灣的Youtuber 先拋磚引玉 講說我們怎麼把台灣Model 都講清楚 就是我們CelebratedYoutuber 這個陳建仁老師當時的副總統 那他當時就是以他這個流行病學 這本教科書的作者的身份 就先分享了台灣Model 那後來他們就Remix給全世界的Youtuber 都用陳建仁老師的這些Material 那變成這些在各國的Youtuber 可以去跟他們的國家說 台灣哪些Model我們只要一採用的話 就算就是只是一隻很可愛的柴犬 跟大家說明這個戴口罩 是保護自己的臉 不要被自己沒血的手碰到的這種事情 說不定都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那這些概念都很容易傳播 是idea worth spreading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具體的例子了 大家都是各領域的專家 可以觸類旁通想到很多 但是我們的基調就是Taiwan can help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朋友們 Twitter現在就是Let Taiwan help 那有空可以多在Twitter或IG上面 看一下這些campaign怎麼操作 應該都不是自害 這些都是國際商人非常的有貢獻的 好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中共的網路不斷干擾台灣 當然最嚴重的一次是 2019合一地方選舉和公投榜大選 造成執政黨慘敗 也通過有爭議的公投題目 那好比說以和洋綠反空污 反深奧反同志等等 那調查顯示 中共網軍在幕後主導散播假消息 干擾選舉跟公投 那今年8月又提出爭議性的議題 他比想說衝擊核四反對萊豬等等 請問政府有什麼策略 防止重演2018中共的網路攻擊 當然剛剛講到的 就是在最基礎的Cyber Security的這一層裡面 我們已經確保說 我們自己在運行 好比像說公投啊 需要的基礎的 好比像說我們的那個電子聯署 那為什麼來不及在這次上線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去找很多白帽的駭客 專業的這個資安的團隊 那在最近的Point to Own 這個台灣隊得了第一名 DevCore得了第一名 之前的DevCon CTF也得第二名 僅次於美國隊 所以我們這邊有很多很棒的白帽的駭客 那他們就是花很多的時間 現在在上線前都要花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 讓他們來試著攻擊 我們這些infrastructure 那一直到沒有問題了 才會上線 我們現在從我當政委以來 我們內部用的像Sandstorm這種系統 或者是給外部的像Join平台 那或者是Join平台用的Polis系統 或者是沙輪的自駕車的infrastructure 我們民生公共物聯網 在每個校園的空氣盒子等等 這些都是經過非常多白帽的檢驗 或甚至Grand Challenge公開檢驗 我們才上線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資安上面 這個是最基礎的 那四支呢就是剛剛講到的 這個Fact Tracking Ecosystem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不管是真的假的 台灣市場和中心 或者是趨勢科技 Whoscow等等 都還沒有這麼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他們在2018年之後 現在他們的能量是比之前強相當多 所以這個也是要靠大家的加入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同等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大家aware有這件事情 像當時台灣Fact Tracking Center 我覺得最有幫助的事情之一 就是去指出說 真的像當時2018年大選前 不是說那個香港的題目 是就是台灣最大的一個選舉相關的題目嗎 那所以當時台灣Fact Tracking Center 就貢獻了這樣一則 就是第204則查核 那當時真的在台灣 反而不是在香港 有這樣子一個trending rumor 說什麼香港暴徒的酬勞曝光 殺警察最高給2000萬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當市查核中心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比較沒有能力 那麼快那麼迅速的 給出這樣一個查核 但是到2019年11月 也就是總統選前的時候 他們這個能量就已經變得很高了 那而且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訊息他有一個源頭 這個源頭就是中央政法委的 微信的帳號 那所以這個就是已經很明顯 他不是COVERT 他是OVERT 就是這個長安軍 長安軍 中央政法委長安建 他一開始就去講說 有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他們的協力者 在那邊再去把它改編成各種各樣子 就是比較亂七八糟的這種狀況 那然後他們當然也有用一些圖 比如說路透社的這張圖是真的 但路透社當時只有說 少年示威者 參與反送中 但是到政法委的時候 就說13歲的小暴徒 什麼殺警察買iPhone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一旦 我們不是說去抑制 這樣子的訊息傳播 我們反而是鼓勵 在Facebook等等的地方 這些訊息在傳播的時候 都加上Fact Check Center的 這樣子一個 一句話非常明白 就是這是中央政法委獨家贊助 對這樣一句話 那所以所有看到的人 他會有個framing effect 就是他了解到說 這個中間真的是 中央政法委在做動作 那所以大家看到的時候 反而比較容易 有像我們現在Vaccine的原理 就是有抗體出現 就是你看到了病毒的一部分 那這個病毒本身沒有那麼大的 殺傷力或者傳播力 因為我們把它加了一層frame 就像那個mRNA技術一樣 那這樣大家心裡 就自然會有心理的抗體 而且分享出去的時候 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種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 現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有其他的部分 我相信就關於正面的論述 反面的論述等等 那這些都用比較accessible 就類似於可愛的總裁的 那樣子的方式 在公投這個題目上面 有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想這是目前 我們具體的因應的辦法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這個time fact check center 有沒有越來越強 就是當然我覺得 這些都是可以measure的 因為他們每年都要 申請國際IFCN組織的認證 所以不只是TFCC本身 他的反應力越來越強 那staff也相當的就是healthy 就是讓大家發現說 他們的就是底下這個 每一則他們fact check 有的時候被抹藍抹綠 抹紅抹黑都有 所以表示說就是他是真的 他在處理足夠diverse的題目 而且現在IFCN也不只有TFCC加入 台灣像Michael Penn等等 也都有加入這個fact checking network 本來就是越多的組織 如果是越來越cross track 那大家就越來越robust 就像我們在開票的時候 各個黨派的youtuber 都可以直接來拍那個開票的過程 那這個就防堵了在美國 我們看到的一個假訊息 傳播的狀態 美國總統選舉開票的時候 因為能夠監票的 或者能夠錄影的 或那個設置 在每一周不一樣 有時候就會導致一些 conspiracy theory 那正在台灣的話 不管那個監票的 只是一般的youtuber 他手上拿的是小鷹的鷹眼部隊的app 還是韓國瑜的川雲健的app 總之只要這些youtuber 他tally出來是一樣的 那各方就算不相信對方的 總要相信幾方的吧 那所以我們就很少有 就是關於計票方面的假訊息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子 cross check的這個情況 好 那有一個非常相關的問題 今天好像變成就是 cross check fact check seminar 會說怎麼樣面對總統大選之後 然後fact check失去公信力的問題 如果失去fact check這個工具 我們要怎麼面對假消息的攻擊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看 TFCC最近的一些就是工作的話 那其實他們有的時候是 當做一個contextualizer 就他不是真的去說 這是真的或者假的 他只是給一個context 好比像說什麼插座縫隙間的灰塵 吸了濕氣啊 會發熱起火之類的 那然後他這邊就有一個事實釐清 然後說是在怎麼怎麼樣子的情況 那但是請不要用水鋪面 用水鋪面會怎麼怎麼樣 就是說他是不是正面去說 這是真的或假的 因為他很可能是一個片面的 一個heuristic 而是說他給一個很完整的說 關於電線起火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視察的中心 他會打一個部分錯誤 有時候他會打一個事實釐清 大概就是在做這些contextualizing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有時候他是寫錯誤 但其實他的回應也不是說錯誤 而是說他這樣子解釋是錯誤的 好比像說什麼斗尖武士 法務部調查去招生形象影片 這個最近在台灣也是相當的trendy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這個說 其實有這個影片沒有錯 但是這個詮釋 就像剛剛中央政法委 對於路透社的照片的詮釋 那個是錯的等等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contextualizer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在美國也有參加 美國的fact checker snopes polity fact等等 的話 可能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 就是有點像搜尋引擎 讓大家打關鍵字 找到資料 推薦引擎 像Amazon或Netflix 大家去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推薦你相似的 那我們也許也需要一個 contextualizing engine 就是像我剛剛demo的 TFCC的那些事情 那在每一個人 就是在社交網路上面 分享的時候 他可以冒出這些context來 尤其我也知道 有些Fapa的朋友 也有在這方面的 不管NGO 還是一些技術的公司服務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一起想的 就是我們現在怎麼樣做一個 infrastructure of contextualization 我覺得這個是這 現在今年了 可能最重要的一個priority 在這個題目上面 有15位朋友們問說 不少在國外科技的工作 台灣人都希望能夠回家鄉工作 把壯年貢獻給家鄉 但是看到台灣的低薪 就望之卻步 那有怎麼樣子的想法 我自己是2008年開始 就Full Telework 我的工作都是在矽谷 不管是Social Text 或者是Apple 當然後來跟牛津大學 那個不在矽谷 但是我人都在台灣 所以我就是best of both worlds 就是台灣的低薪的反過來講 其實就是物價非常的低 那為什麼因為就是匯率的關係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我住在台灣 但是我的工作是國外的時候 那大概就不會受到低薪的影響 而又能夠去連結國際的社群 而且開會因為就是video conference的關係 也不會一直被關在會議室裡面 我就是每天睡前只能開一個小時的會 所以整個生活也變得比較自由 那這個對很多的國際上面的朋友來講 現在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有TGC Program 這個去年超過2000人有來拿 現在這個已經是一個open secret 我非常多Silicon Valley的朋友 其實現在都在台灣 因為他發現說我們有一個open work permit 他不需要投資台灣 也不需要幫台灣公司工作 他就可以待一個三年 而且不但是有健保 而且他的family也都可以visit 等等 那所以這個go-kart community 現在有包含就是youtube founder Steve等等 他們當然本來就認識台灣 或對台灣有淵源 但是他們就一個串一個 那這個很有意思 他比如說science and technology 那就是前面就是說 你這個月薪這個到達16萬彩幣 那以美國science and technology來講 這個並不是很難達到的 那當然你要得諾貝爾獎 唐獎或沃爾夫獎 或菲爾茲獎 這就比較難了 那但是這些條件有一個就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做這個startup也算在裡面 甚至第13個說 你只要是potential contributor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可以 that's like all of you right 就是所有人 所以就是任何人只要想 現在就已經可以apply 而且你不用在台灣 你就拿到 然後就直接在台灣 就可以飛回來 當然還是 目前還是要quarantine 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你繼續保持你的工作 而且這個工作 在美國很多已經可以telework 或至少partially telework 那無論如何 即使你沒有就是台灣的護照 或者你的朋友 沒有台灣護照 或你的下一輩 已經沒有台灣的護照 那你現在就是至少 先申請個金卡再說 幾乎quarantine 就是你會先拿到金卡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變成 我們現在在台灣叫二D居有 就一個slash 就是你可以 不需要受那個183天的限制 一年之面 室內你要來10天 你要來100天 隨便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慢慢會有一個新的culture 在台灣產生 不是像以前那種expat 就是他跟母國已經沒有聯繫 而是說這是talent circulation 就是他有事沒事來一下台灣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go kart community 真的大家可以多engage 裡面美國也是很大的一個成分 這樣 那有13位朋友們問說 看你之前對高教論點是希望 學生能夠在了解自己的需求 之後再進去大學 但是要高中生先入社會來尋找方向 事實上要被企業接受難度很大 有什麼政策能夠鼓勵這個方向 而且如果是學生在大學裡面尋找方向 好比像說大一的學院分院不分析 有沒有一個折中的解決辦法 不過我想先說就是說 這裡的企業的定義 可能要稍微expand一下 因為台灣有非常多中小企業 那這些中小企業 對於跟高中生一起工作 尤其如果是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很多地方型的中小企業 並沒有什麼阻力 他們是很OK的 尤其是社區發言協會社造等等 他們都了解到說 如果一個人十幾歲就比較關心他的故鄉的話 那他未來就算又回去大學 或者念個研究所 他也會學一些對他的社群有幫助的一些東西來 不會只是為了他自己的career 那但是如果他到大學畢業研究所 那再來的話 那有時候就是抱持著一種服務學習的心態 就是要拯救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這邊的地方的特色 這個文化的傳承等等 並不是需要被拯救 需要的是對話 那這個對話的能力 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真的比較容易 那好比講說我們有一個TDASH 那TDASH就是 specifically就是希望說 這些朋友們 他不一定是城市設計的本科 但他會幫忙去做智慧服務 去做行銷 剛剛講到的 類似幫這個FAPA的長輩 設計一個寶可夢 或愛戴衣 這種平台 這種就是這些TDASH做的事情 那在響應的企業裡面 當然有一些大的 就是音業達什麼的 那也有一些外商 這個KPMG 微軟 AWS什麼的 但是就像剛剛講的 也有很多新創 就是比較地方性的 台灣好市 Impact Hub 比較是impact oriented 或者是民生服務 或者是幾代轉型的傳產等等 這些也都非常願意用這些 我現在不是很願意叫intern 因為他們並不是intern 他們也是full time 所以這些digital ambassador 這些digital native 他是帶來digital的思維 那但是他不是好像intern一樣 是被你使喚 可是他也不是一般的管理顧問那樣 來使喚你 而是大家在互相對話裡面 找到怎麼樣engage 年輕人的一些方法 那所以這是我們很具體的一些案例 替大使有空也可以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 在大學裡面我覺得不分析很好 但是也是要他有帶一個research question 不分析他才能夠真的讓這個學生 接觸到不同學院來解決這個research question 相關的就要不同的星座 各取一顆星星有一個方向 組成一個新的星座 這樣那樣的話我就是很同意 但是如果只是為了要上大學而上大學的話 那就不一定能夠善用不分析的這個好處 那但是我現在也了解說我的主張 並不是那麼容易實踐 主要是因為在台灣18歲還沒有成年 民法上面 所以就算學生願意去當T大使 就是junior的T大使 但是只要家長反對不簽字 那這個18歲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不過這個很快會有所改變嘛 我們在一兩年之內18歲就成年了 那所以家長的想法就變成不是絕對的命令 就變成跟在美國一樣 就是跟小孩商量而已的這個情況 所以到那個時候 也許這個vision才比較容易達成 不是一蹴可及的一件事情 這樣 好 那當然有兩位朋友們有一個追問 那我先回答 遠距工作雖然理想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職業都適合遠距工作 那本地的低薪狀況怎麼解決 以及有什麼樣子的政策 其實以購買力評價來講 我並沒有覺得台灣特別低薪 台灣的structure 它的問題是 第一個是工作的時數特別長 那工作時數特別長 是因為我們一直有一個文化說 如果是部分時間工作的話 是打零工的 那所以這個在社會地位上面 就是slash 比起有一份four time來講 一直是社會地位上面 是一個比較低的社會地位 那這個從我小的時候 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所以如果同樣是four time 跟OZ的four time比 台灣的工時就在普通 沒有特別長沒有特別低 但是如果你去算 所有的four time加part time 因為台灣幾乎所有人都在four time 很少人part time 所以那個平均工時 就變得非常非常長 那也養成一個就是人才的 跨部門流動變得比較困難 那跨部門流動 如果變得比較困難 你就很難加薪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加薪是你挑槽的時候 比較容易加薪嘛 那所以這個就是 一部分也讓就是一般的員工 尤其如果沒有辦法遠去工作的話 他的negotiating power 他的barketing power 會變低 所以當然有幾個嘛 一個是說我們會鼓勵 這些部分時間工作的朋友 組成工會 那我們的勞動部 有一個很明確 在我們的開放政府的plan裡面 去鼓勵各級組成工會 然後這個工會 他也可以自己去介紹說 你同樣是這個profession 你到怎麼樣子的工作環境 會比較好 可以跟資方的那個工作條件 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plan 那另外一個plan 就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就是說 就算不能夠變成遠距工作 至少這個工作的性質 可以變成 不是我是學徒 專門只跟師傅學 而是說我也是ambassador 來那個傳統產業的現場 幫忙累積老師傅的經驗 不是累積到我身上 是累積到我寫的AI身上 那這樣子的工作 我們也有非常多 就是像AI GO啊等等的 這些計劃 來做這一方面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所以大概這幾個 就是broad picture 那真的要講 這要講三天左右 時間真的不夠 所以就暫時一些intuition吧 這樣 那有14位朋友問說 對於台灣現在資安 即被中國滲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然後比方說海底澳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積極的措施 有的我們今年開始 就是不是只是公務設備 不能夠用這個中共方面的任何廠牌 我們也包含我們的包商 就是我們的system integrator 他們的包商recursively 到任何一層 都不能夠用中共的廠牌 我們在1月1號這個頒布這個 然後說年底之前要汰換 那就算一下不能太換要解連 就是不能再連到公務的網路 那就有公務同仁問說 like literally 真的連耳機都不行嗎 因為耳機也是有連線嗎 like literally有一條線連著 或者是用無線連著 或者連滑鼠都算在裡面嗎 真的還都算在裡面 所以這些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idea 就是我們並不是去說 特定的entity或者特定的廠牌有危險 而是說只要這個廠牌 它是中共的廠牌 或者是投審會說 是被中共實質控制的廠牌 那就算它現在是private sector 也沒有辦法預測說 它明天會不會變成de facto state owned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中共喜歡的話 它可以plug and play leadership 它可以直接把頂導層換掉 用所謂的non-market的方式 所以這個已經是很特定的 一個回應的方式 那目前各部會 以及他們的承包商 現在都有學到這樣子的事情 當然如果你是open source contributor 我們不會只是因為說 像view.js啊什麼 主要的貢獻者裡面 有就是有中共國籍的人 我們就說 連open source都不能用 因為open source是不太一樣的情況 是它是在peer review 而且大的open source project的話 基本上它很難plug and play leadership 它跟就是private sector的 控制權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一部分我們會審慎的review 那並不是說禁止所有 有prc國籍的人貢獻的open source 我們都不能用 我們如果那樣子的話 那就是有一點交往過程 大概目前是在資安上 是這樣的做法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在台灣都有資料中心的增值 其實現在都不是資料中心而已 資料中心是第一部嘛 海蘭當然 那但是還有他們的AI的research center 尤其是Google他們亞太最大的 這方面研發就是在台灣 那Microsoft現在也人變得非常多 那所以可以 確實可以成為最佳數據分析 以及人工智慧的孕育地 那尤其是我們的那個晶片的生態系 它可以去做Sensor Fusion 去做Edge Computing 它需要某個晶片 我們就可以非常快的迭代 就生出那種Edge的晶片來 那所以台灣在AI人 才培育跟美洲企業合作 似乎是一條發展的道路 確實 我們當時說亞洲連結矽谷嘛 亞洲點矽谷 那個點就是台灣的創新嘛 那政府目前在這款相關的配套 例如像電力啊 獎勵政策啊 建交合作啊 確實很多啊 經濟部 你看技術處啊 大A plus啊 什麼非常多 那投注資源發展願景為何 期待台灣是最能夠利用資料挖掘 並且用演算法解決的人工智慧指導 確實是這樣 我們的那個AI plan 當然AI.台灣.gov.tw有有寫 而且寫的應該是蠻清楚的 那另外就是 我也想highlight 因為就是能夠直接看的 我就不在這邊念了 那但是 另外一個我想highlight 就是我們presidential hackathon 就是我們每年就會去邀請 所有能夠用數據 來進行 對於社會 環境 經濟 有貢獻 就是七個有去發展目標的朋友 而且我們的call to proposal call for participation 有各種語言的版本 連克林共語的版本都有 當然也有台語跟客語的版本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任何人對這些有興趣 他就可以提一些很好的主意 那我們每年就是總統會頒五個獎 獎盃出來 那這個獎盃就是一個micro projector 它就是一個台灣島的形狀 然後兩片搖銷玻璃 然後底下一個投影機 你一打開就投影出總統的頒獎給你的畫面 所以就是說你花三個月做的任何AI project 那總統承諾說 那我盡可能在十二個月之內 就好像總統政策一樣 把你變成全台灣都可以使用 那所以這個就是public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建設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我覺得它的獎勵政策 已經不是只是錢上面的政策 而是更重要的是 它在變成public policy的時候 好比像說patch by planting 就是透過AR 大家一起規劃 怎麼樣種樹 這個在netzero的時代非常的重要 CirculePlus叫做鳳茶 鳳茶是台灣傳統文化 所以就大家不要買新的寶特品 而是拿個水壺 但是像Pokemon GO一樣 附近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 包含飲水機 現在中油都有加入 那你集滿點數之後 還可以去換在地的這個故事 然後或者導覽 或者是在地特色的茶飲等等 那這是這個台電的節能 那這個反正有空的話大家可以看 這個是在超市掃那個條碼 不會出現價格 而會出現價值 就是說它是靠破壞農地呢 還是它有這個很好的這個幫忙種樹啊 這個減碳啊等等 的這些externality 都可以透過大家的app直接來看 那前面也有很多包含偏向醫療啊等等 很多這些AI的題目 大概都是透過總統佩克松 從一個可能一個鄉鎮 或者是一個小規模的縣市的試點 忽然之間一年之內就變成我們的infrastructure 那有一個追問說 那有哪些計劃是因為這個上限喔 那好比像說如果大家有用健保快一通 健保快一通裡面有一個功能 現在叫虛擬健保卡 所以不是只是我們刷卡 那個當然還是有 而是我們可以對著這個像webcam 直接顯示出一個qrcode 就直接刷了健保卡 包含掉月資料啊 這些都有放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當時總統被黑克松 因為蘭嶼的護理師 在家屬的要求之下 跟著病人一起做直升機 但是天候很差 所以直升機就摔了嘛 所以他們後來蘭嶼的朋友 有組一個隊伍 叫做零時差隊 沒有時差的隊伍 所以後來他們就釋出說 最好的讓家屬能夠信任的方法 就是本島的專科醫師 負責候送的直升機的醫師 跟在地的護理師或醫師 三方會診給家屬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家屬就會相信 而且這個護理師就不一定要後送 而且他在當地 比較被信任的情況下 他也不會說服務期限一滿 就要回到本島啊等等 他自己也可以學到重症的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已經deploy的一個案子 我們一百多個偏鄉離島 那到現在甚至在救護車上面 都可以透過這種虛擬健保卡 來進行及時的醫療 當然quarantine的時候也很好用 就是總統妹黑客松 當時第一屆得獎的例子 第一屆的現在應該 大概都已經全部落地了 如果有空的話也可以到 總統妹的網站上面去看 好我們還有幾分鐘啊 我覺得我們好像差不多 已經到最後了 最後了 我想要在這個時候 把問題轉回來到 關於FAPA一點 讓主持人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 像FAPA這種組織在國外 然後提倡台灣相關的議題 跟美國國會打交道 那我們其實已經存在 不短的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的做法好像 沒有那麼多看得到新科技力 在我們這個組織裡面 我想問的就是 政委有沒有給我們這類組織 什麼樣的建議 或是我們可能可以做什麼 你在你想像的藍圖之中 那我們其實還沒有開始做 不過我通常是覺得 不是為了用科技而用科技嘛 而是去問說 大家有沒有覺得 現在做什麼事情 手動做很浪費時間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事情 現在手動做這個風險比較高 那我通常在引入科技的時候 都是問這兩個問題 就是簡單四個字 就省力安心啊 有沒有什麼事情 現在是費力的 或不安心的 那科技把它就是解決掉 那等到大家都習慣 省力安心的這個 這個initiative之後 那剩下來的時間 因為你 by definition你會多出一些時間 不管心理的餘裕 還是省下來那個力氣 那那個力氣 再去談創新 那這個就比較work 那如果一下子就push科技 那就會像是 像當時去年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都說 你用行動支付就好啦 記名悠悠卡一卡通 也可以做實名制啊 可是那個的意思就是要長輩 本來他們都知道怎麼去藥局 拿這個連續廚房簽的 你等於就是要求長輩 去便利商店 重新學一套支付方法 那這個事實是不work 所以我們才說 那我們就是在藥局 把連續慢性廚房簽 改成這個領口罩 那慢慢的再引領長輩說 你用相同的方式 去便利商店 還是拿coin出來 還是over the counter 他們就還是可以在附近的便利商店 你把它當藥局用 所以是科技來配合他們的習慣 而不是說要他們去改變習慣去配合科技 後面的這個從來沒有什麼成功的幾率 所以我覺得就是問長輩們說 現在有哪些他們可能因為不知道疫情啊 這個比較看不到這個相關的工作者 可能覺得不安心啊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各種immersive mode WebEx可能沒有啊 但是像Microsoft Teams啊 什麼都有immersive mode 就是大家好像一起坐著看同一面大鏡子 的那樣子一個mode 那也可以去讓大家感覺到比較安心 比較在in the same room 那同樣的道理 像slido這種方式也是很省力啊 比起每一個就是輪流按鈕發言啊等等 它可以更快的把大家的focus聚集在一起 那這些大概它的學習成本 都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會建議說這種簡單的啦 cheap and cheerful的這些科技先去導入 那之後大家才比較愉意去討論新的 好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想要歡迎我們一個陳大社會的同學 來跟你聊一下他以前有關於跟你對談一個經驗 我們請Fershina 我以為你可能還沒有unmute喔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 我們要先想辦法unmute他 我想要可以幫我unmute 哈囉 好可以 登公 哈囉 哈囉 聽得到 很清楚 嗨好久不見 哈囉哈囉 好久不見 就是代表華富城大校委會會 邀請你 然後當年的六月我們一個演講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很興奮 因為你說啊 說不可以就是本人過來一趟 然後我們也很興奮 原本想說也少人 然後說哇可能可以本人來一趟 不過後來牽涉到要本人來 然後就需要外交部 台灣外交部 國務院有一些溝通角色 可是那時候 可能因為台灣有時候剛剛過 所以有很多的配合和很夠的東西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到位 所以那時候好久 那時候廠期是在 就是低溪外圍的馬里蘭 華富的橋道中心 而且是一個蛋白區而已 然後那時候講題是要講開放政府 但是那時候美國的國務院 還是有蠻多的欠制 就是說啊 每一個來賓 然後商場還要安檢什麼的 然後想說怎麼 那麼可能台灣旅行法不是過了嗎 然後最後因為 大家比較方便省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都 那一場華富大小會的活動 都還是用現場的參加 但是到了隔年呢 我就發現說 2019年4月 你有到DC裡面的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有一次演講 對我現在在那個 University負責上班 我是匯師 對 然後呢 我後來也有發現 2020年去年的2月 你有到DSI去 然後想說 2018年的時候 都要命 都沒有把你弄過來 然後 2019年 2020年說來就來 長驅植入 進入DC裡面 所以就是說 這個台美之間的 就是說 關係好像 這當中有一些很大的變化 我只是在旁邊 就是想辦一個小小的活動 都能夠有這樣子的感覺 不知道 鄭偉就是以你的角度 來觀察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 一些內容可以給我們分享 這當然是 就是發發的朋友 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 那我們的駐美的朋友 我覺得在這方面 他們之前都有一些norm 就是最近才剛翻修的那個 國務院的那個對台的準則 那所以 像之前 2019年的時候 我去跟那個菲德偉嘛 就是聊天 那其實 副助親這一集 跟我們 minister這一集 或者大使這一集 聊天是非常常見的事 但是那一次我就是問說 那我們的合照 我po Twitter 囉 他說好啊 就po Twitter 那這個時候就是旁邊的我們的 這個住處的朋友們就覺得說 真的以前好像沒有發生過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 就是Digital上面 大家確實都覺得好像 因為是一個New Frontier 有點像當時在聯合國 在日內網嘛 我不是開個機器人去講嗎 當時是覺得是一個breakthrough 那現在聯合國大會都是用視訊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只要你keep doing this 那慢慢你在這方面 就有話語權 因為大家都不會覺得說 這個跟本來的那個 Zero Thumb Game有什麼關係 像當時我在日內瓦的時候 也是中共駐那邊的長代吧 應該也舉手嘛 也抗議嘛 但是他最後抗議被主席博物會之後 他並沒有離開房間 如果我是真人在那邊 那按照他們外交官的準則 他就得走 他敢不走我 他就得走 因為不然就形成他們一中一台啊 什麼這樣子的情況 但後來他的定性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在看一個錄影 大家看電影 雖然這個錄影 這個一秒鐘前才錄了 他自己想到一個方法嘛 去把它定性掉了 所以在那個之後 在國際場合 特別是聯合國周邊 這就變一個norm 就是我沒事就找一個朋友 他就把一個iPad夾在那個旋轉椅 他旁邊旋轉椅上 我就突然進入現場 那中共也不抗議了 反正就這樣吧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norm shaping 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在digital上面 特別容易形成新的norm 那我們只要一直執行這個norm 那他們的辦事的人員 第一線的人員就會覺得說 之前發生過啦 那也不妨再發生個幾次吧 那慢慢的就會變成是 新的這個交往的準則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狀況 真的是特別好的 但是那是大家一直push這個norm 所以真的很感謝發發的前輩 感謝政委今天給我們這麼多的資訊 那我想在活動的最後 可以邀請參加的人 都把鏡頭打開 我們可以再次網路上來個大合照嗎 我不知道什麼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想幫大家同時都可以unmute 這樣最後我們可以一起來個posing 可以大家都打得開嗎 可以 我剛剛已經mute大家了 我應該也 看到所有人嗎 OK 好 非常感謝張宋政委今天給我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謝謝 謝謝 謝謝政委今天 謝謝 謝謝謝謝 那很期待我已經打了第一針了 所以再過兩個月我就可以出國了 很期待跟大家見面 那時候回來 OK 拜拜 拜拜 我再次提醒大家 拜拜